一吃完饭就总想让厕所跑 这可不是消化好 而是身体给你的紧实信号 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一脾胃虚弱 因为脾胃是运化消化食物的 脾胃虚弱的时候 食物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吸收 那么直接就会排出体外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的人从小身体弱 体质差 脸色还黄 没有一点气血 那么这就是天生的脾胃太差 身体吸收不到营养 平时像这种脾胃不好的人 往往伴有胃口不好 一吃饭就想去厕所 容易腐胀 大便没有形状等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去健脾胃 可以参考健脾丸等 那么第二就是脾胃虚寒 脾胃虚寒就不能很好地 把食物浮熟 然后消化吸收 就像是做饭的时候 火太小了 食物就做不熟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一般就会出现 一吃饭就想上厕所的情况 而且有时候大便 还有胃消化的食物 平时像这种人还容易出现什么呀 怕冷 手较凉啊 容易拉肚子呀 胃里有时不时的 有冷通感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温脾胃呀 散寒血呀 我们可以参考福祉 李中汤嘉姐 你也不识了呀 这个时候再来